相声极紧 切讲演 魏龙豪 吴赵南河说 听说啊 这个人呢 说话必须得有技巧 这说话呀 也是一种艺术 说出这话来呢 得合逻辑 那倒是 这个语言呢 是用来表达人类的感情的 也是人类思想交流的工具 咱们这个中国的语言呢 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语言了 是啊 国大地广人口多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嘛 这个言语不通 彼此很难了解对方的意图 也很容易呢 引起无谓的烦恼 与不必要的误会 那倒是 所以大家都应该啊 说这个国语 所以说呢 大家都应该呢 听这个相声 这跟相声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这个 可以帮着您学过语吗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跟人相处 彼此都希望得到颂养 表示亲热 那当然了 人有脸树有皮啊 每个人都喜欢别人奉承吗 都爱面子吗 人人都喜欢别人奉承 个个都喜欢别人给戴高帽 那是一定啊 不过这个说奉承话 也要适可而止 恰到好处 这个不能过分 藏为上天的好话多说 不至于得罪人 也不成 捅得太过火了以后呢 就透着假了 也就成了逢迎拍马 摇尾起连了 那倒是 是吧 您说 所以说呢 这个说话要有学问 还得有技巧 对 我舅舅对于这个说话 就签研究 哦 他呢 在此地啊 最近刚从香港 来到台湾报道 那总算得没有团圆了 可喜可贺呀 是啊 在这儿的亲友 要给他庆祝一下 那怎么个热闹会儿啊 大家伙这么一商量 给他开一个欢迎会 哦 开个欢迎会 参加的亲友呢 就广台北 这儿就有一百多位 那挺热闹啊 吃完了喝完了 大家伙鼓掌欢迎 让我舅舅这个讲演 那那是应该的呀 他没什么学问呢 哦 他到了这种场合 就不知道该怎么着好了 这也是长情 他站起来啊 走的中间 就觉得这两条腿啊 有点这不对劲了 怎么呢 这直打多走 那这太紧张了 他没学问呢 也没什么可说的 那可怎么办呢 好 这会儿这个脸呢 也变了形了 这嗓子呀 也变了味儿 您瞧 这真急嘛 脖子也粗了 头巾也蹦了 站在那儿 四鞠躬 非鞠躬 四点头 非点头 四座一 非座一 四庆安 非庆安的 就冲着大家伙 就这么 就这么一多走 这是什么劲啊 这是 大家伙这是鸦雀无声 您就听吧 他就用这个家乡味 就开了窍了 哦 您舅舅他是怎么说的 喝到什么呀 今天 今天了 今天 还好嘛 先玩仨今天 今天了 又来了是怎么着 今天是什么天气 什么天气干什么呀 今天了 是这个江眼的天气 什么叫江眼的天气 不是啊 他没学问 哦 是咯 今天 诸位打讲 叫在下兄弟 逼人我呀 讲这个言 在下兄弟逼人我呢 本来是不会 咽这个讲 不过 你们诸位打讲了 一定要在下兄弟逼人我呢 讲这个言 那在下兄弟逼人我呢 就把这个言 讲一讲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在下呢 兄弟 逼人我呢 说了半天就是他自个儿 我来到这自由报道呢 这是第一天开阳魂哈 我非常感谢 你们这十二万分之一的爱情 十二万分的热情 今天诸位打讲了 来的是很茂盛 茂盛 我呢 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干茂 那快吃茂香药吧 今天来的诸位打讲了 我特别想念的 有五分之四 不特别想念的 也有四分之五 什么算数啊这是 还有呢 没有来的请举手 没有来的请举手啊 没有 那这么说是 全来的 今天呢 我所有说的呢 是三个主要的问题 这才入正题 这第一个主要的问题 房财呢 已经说过了 您说什么了呢呢 这第二个问题呢 我不说你 你们大家也全明白 全明白什么呀 人家 这第三个问题呢 我还没有长时间的考虑 那我也暂时不说了 这一顿没说呀 不过最后呢 有一个最直要的问题 那您说吧 就是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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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跟什么 乱七八 说的是吧 您听 这就跟那些个有学问的人 说出来的话来啊 不同了 是吧 那倒是 他这就是驴唇不对 马嘴 修辞不当 语不成正 可是您别看他这样啊 还挺红 每天都有人请客 何时是个大忙人 他这就是上礼拜嘛 有个朋友结婚 还要请他去当这个 证婚人 您瞧瞧 这个结婚典礼开始 介绍人 主婚人 证婚人 入席 那该请您舅舅了 这会儿 他这两条腿 又不受使唤了 犯了风尸了 他也不知道 先卖哪条腿好了 紧张过度 他不管怎么说吧 反正往那台中间 那么一站 那像啊 就像要 送在刑场里 枪毙那犯人 这简直是活受罪嘛 这个结婚仪式当中呢 有这么一项 是证婚人致辞 是啊 那又该请您舅舅的了 不过 这次是比上回强多了 有了经验了吗 对了 一遭生两遭熟 态度呢 也比较要自然的多了 哦是 今天 又来了 今天是什么天气的 又是天气啊 不成 他那讲话离不开天气 今天是什么天气 什么天气 今天是结婚的天气 结婚跟天气发生直接关系吗 这个 你们注意大家 请赏 你们请看这位男先生 跟这位女小姐 啊 有男小姐吗 是多么的莫等 多么的漂亮 漂亮 多么的微信 是多么的虚荣 虚荣这字眼用得上吗 现在 实在进步了 进步 潮流进步了 死相进步了 现任直步了 干嘛呀 到仓库了 现在是原子时代 原子时代 那么怎么会知道 现在是原子时代 是怎么知道呢 那女的都是原子唐发 男的产的都是原子话呀 还用原子当迷呢 这个结婚里也是原子时 男的是中国人 这个女的呢 也是中国人 为什么呢 这男的跟女的结婚呢 就是名正言顺 对 这男的要是跟男的结婚呢 那就有点不大对劲 这是不对劲 这个中国人 假中国人呢 生出来这个小孩呢 听你说怪吧 他还是个中国人 这个中国人 要是嫁了外国人呢 可就不大好了 怎么不好啊 这中国人 假外国人 生出来的那个小孩 叫咋种啊 什么呀 叫个季血儿 今天啊 这一对新人 真是太合适了 天生一对地长一双 这个男爹是26岁 青年有为 女爹是62岁 老太子 不是 对不起 这看错了呀 她也是26岁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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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拆浪呼抱 是这个浪配女帽 俗语可帅的好 说龙配龙 凤配凤 各造配臭虫 欲嘎欲 侠嘎侠 是假欲嘎旺吧 什么词啊 这个 从前结婚的 跟现在这个结婚 是大不相同的 时代进步了吗 从前的结婚 是以难以女 可是现在的结婚的 是以女以难 好 没做一个样 以前结婚的 是做教 有门 有惹 不得好受 行媳妇上轿的 师父 是门儿门儿的苦 舍不得吗 不是 那是那个轿子里头 不透气 她别的难受 所以哭啊 所以从前没有离婚的缘故 就是怕脱弟儿回轿子 好嘛 现在咱俩俩 结婚 不做轿子 做什么呢 做汽车 这个汽车里头 还有带冷气的 那舒服 所以现在她离婚的人多 为什么呢 因为她想再做一回 带冷气的汽车 过过瘾 没什么过 从前结婚的 全都是说上的 说上的 没婆没婆 到处说喝嘛 是吧 说上的 现在结婚 不是说上的 不是说上的 现在这个结婚呢 是追上的 追上的 所以你们大家注意看 这个女的小姐 什么时候一穿上高跟鞋 她就快结婚了 怎么穿高跟鞋就快结婚了呢 她穿平叠鞋的时候跑得快 那男的追不上了 她一穿上高跟鞋就走慢了 那男的就追上了 好嘛 今天你们二位结婚 我们都来喝鞋 你们下次结婚 我们还要来喝鞋 这儿还有下次了 希望你们大家躲躲地结婚 我们大家就躲躲地喝鞋 我们躲躲地喝鞋 你们躲躲地结婚 你们结婚 我们就发婚 你们结婚干什么呀 炒猪分子前来急的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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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